吉安湘公所在下午也召开了房台会议 随后会同了第九核川局前往荣光抽水站 来视察抽水机组准备情形 向南游淑珍表示 唯有中央地方协力落实防灾准备工作 才可以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每当台风来临 吉安湘公所在第一时间就会同第九核川局 前往荣光抽水站视察机组的运作情形 要确保防灾准备万无一失 九核局的人来供企整个发电跟抽水机的 一个顺利的工作以外 更来备用看看实行他的公务执行的一个机能 都确认无误 在这里呼吁我们的乡亲 台风来临之前 先做好自己排水沟 以及排水设施的这些清理跟障碍 在家户的周围作为检视 同时在灾害来临 台风来临之前 请不要再到海边关难 做一些挑战性的行为 先把家户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护好 让公务部门做好应该的整备 跟所有的有效作为 如果有需要沙巴来阻隔淹水地段的乡亲 也可以跟我们吉安湘公所清洁队 来联系取用 从抽水机组的发动 捞污机运转 还有备用油料的安全存量 吉安湘公所不敢马虎 供电系统也借重台电公司来做万全准备 游淑珍表示 唯有中央地方协力 落实横向纵向联系 才可以完善防灾工作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借轮会吉安湘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